音樂 當這感覺還沒發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還要去嗎? 你還要去嗎? 我真的很想跟你談談 你知不知道嚇死人可以告你五殺? 阿波被他老婆告強姦,他就嚇死了 如果他不肯認罪,根本就不用談 一句話也不能談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以為我前要,我都會跟你談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無賴的人 你還要去報警嗎? 剛才你在平常都聽到 根本就是一場共會 如果沒有落入這一點 其實那晚他們也頗為享受的 這些根本就是大男人的想法 你根本就不明白 單是落入這一點 就已經破壞了雙方的誠信 阿波也是因為太愛他老婆才做的 愛就可以為所欲為,做什麼都可以 不管對方的感受 對,男人要尊重女人的觀點 我會勸阿波跟Fanny真誠道歉 尋求和解 這樣是不夠的 一個人做了事就要受到教訓 讓他知道女人不容易任人擺佈 是不是要有人坐牢你才開心呢? 我只是代表我當事人的意願 Fanny說她不知道以後她老公 會不會有一句我愛你 又做出一些自把自圍的行為 你的原則性也挺強的 不曉得拚彎 我沒有你這些流氓律師那麼會行古話 他們倆都是因為愛對方才會結婚 阿波如果坐牢,最傷害的其實是Fanny 你認為這個結果 是符合你當事人的利益嗎? 但Fanny說不准懲罰阿波 他這口氣都下不了 那看你怎麼勸他 我可以勸Fanny讓步 替我觀光免他認罰 但阿波要輸免認罪 輸免認罪?他背著強姦罪名 以後怎麼跟他老婆相處 那他做錯事就要受到懲罰 這樣吧,我們扔出一八一二七 你是說… 我不知道Fanny會不會接受 會不會接受這件事就看你怎麼引導 你要我誤導我當事人 這樣就違反守則 我別這麼說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當事人的最大利益 這樣也不算是違反道德吧 雖然這件事當然涉及了一個誤會 但始終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就是你老公的確確下了藥 行為上仍然是犯了法 你放心,我一定能坐他進去 那阿波會不會判得很重 可大可小的 強姦的最高刑罰是… 終身監禁 那阿波… 這麼輕的也要坐三五七年 不過聽說這些強姦犯 在監獄裡最容易犯眾爭 才有個強姦犯 阿波是轉乘來跟你認錯道歉的 你們不用施縣工了 Fanny說要給他一個教訓 就不會這麼容易心軟 法官也被人求情 聽他說什麼沒話之間吧 Fanny,對不起,我知道是我錯 是我自以為是,沒有顧及你的感受 是我活該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不敢求你原諒我 但希望在坐牢之前 行個親口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走吧,坐牢之前很多東西交大 走吧… 等等 什麼事? 我…又不是一定那麼絕 要他坐牢的 Fanny,你肯定了嗎? 我可以遲遲控告 好,但發生了這件事 你叫我怎樣跟你住嗎? 不給你一些教訓 我無論如何都不服氣 阿Ling,我可以怎樣做 你有教訓他 行,就用18127來懲罰他 什麼? 就是這樣 根據婚姻法第181章27條呢? 你可以入稟法院申請婚姻無效 好,適合我心意 現在我轉為他解除婚姻 Fanny也不告我強姦 憑什麼為我解除婚姻? 對呀,憑什麼? 根據七二年以後定留的婚姻法 男女雙方就算住了賊,擺走了 但因為某些原因而未能原諒 還未算完婚 這樣就可以申請婚姻無效 我們那晚有原諒嗎? 下藥迷姦又怎算原諒呢? 我們可以補回原諒而已 你做完這些事還沒生完的 怎麼和你原諒? 所以令雙方未能原諒的責任 就應該由你負了 那就是離婚 那又不一樣 離婚要善養費的 婚姻無效就等於無結過婚 那你是不是想坐牢? 是就不用說了 Fanny… 其實他這樣做都是想給你機會 給大家一機會下台 一定有人說是白的 婚姻無效 不代表你不可以追回你的太太 想不到你古古畫畫都挺喜歡幫人 我又想不到你整個冰磚又骨咬 還有點人情味 那樣也好,合作愉快,乾杯 倒恥我的 大人吧 謝謝你,探 麻煩 好,終於吃了 撤銷控罪,大事花燒 你們半了婚姻無效,可以重新開始 這次真是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你老婆,肯放你一馬 謝謝,每天送花和朱古力都紅頭 下次轉換一款,謝謝 你們倆的古惑婆這麼快就發貨 上次了,再見… 阿玲 師父 為何你撤銷控罪也不是我 阿玲,你知道這件案子是雙人價值 打贏了就會升價十倍 我只是想做符合客人利益的事 但我才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把個案子交給我,我應該有自主權 好,以後自己決定,不用再給我 聽到了,這種情況 我這星期都見了三次 你很煩 不用擔心,我被人噴兩句 走開吧 等等 等等,有東西給你 你幹什麼 看你的款式也要找工作 我先打這個意思,再見 Winson,你遲了一份工作 自戰來我們這裡 你到底知道我這間公司 現在是什麼環境嗎 這間公司在負債 你被人停牌,你也等律師幫忙 為什麼你有大公司不做要加入我們 我想你也很清楚 我們這些新牌子在大公司 一定要拔師傅沙尾 大案子不輪到你 甚至乎想聽說每一句話都要問過師傅 這些工作環境實在不適合我 我很需要更大的發揮空間 你似乎很有信心,我一定會請你 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幫到你 但我有條件,我要處理案子的自主權 你還這麼新,你有多少資料我還未知道 我知道 你好 上個星期九龍城地區法院的販毒案 他竟然挑戰法官的判詞 及時改變了判期結果 好吧,既然如此,歡迎你教 謝謝 你隨時可以開工 Wincent就是你說介紹你的那位律師嗎 不是,是另一個 好… 怎麼樣?什麼事? 又有兩個新律師來見工 我介紹一個好多了 謝謝,約了你見工的 好多了 認識嗎? 不是,我叫Jessica,我是來面試的 這就是你介紹的那個了吧 不是,鍾小仔才是我介紹的 叫我阿Ling可以了 那你是… 我和Ben之前是同事 阿姨為了保理才解僱我 好嗎?不是連娜姐也保理不住嗎 Angela,是你阿姨 原來有底的 糟了,底口極有限 連自己人也保不住 不是,是我自己辭職不做而已 那我不死都很冤枉 那你也不做了 我留在士丹兩島也沒意思了 你不是這麼為我吧 那我們要共同進退吧 你看Ben,女兒這麼黏身 大嫂,你今天又要進來吧 你遲了工作走來這裡 就為了外面那個英俊嗎? 你一眼就看得出嗎? 糟了,他就不會知道了 打字招,還說不是暗戀人 你別爆出去 整天嚇到Vincent 連同事也沒得做 我不是嚇你 這裡的老闆停了一段時間 而且欠責累累 娜姐也是債權人之一 她沒告訴你 我也沒跟你說,我來這裡走 那我告訴你 這間公司就像鐵達利一樣隨時沉 那你們又爭著上船? 我只是走投無路才會上船 因為那個男生放棄了工作 能不能成績? 我也想嘗試挑戰一下自己 不好的事經常跟著阿姨 你們頂得順才好 給點支持好 好,共同進退吧 總之,You jump,I jump 有什麼攬著一起去死 你就一起去死 還沒跟你說人工 我們這裡多勞多得 總之越多個案,就越多優惠 我志在累積經驗,薪金也是其次 那真是太好了 如果香港人每個學你,就有足夠了 這裡有一個 薪金我不介意 只要我可以和大家開開心心做事 就行了 但是我怕我們這裡沒什麼適合你 這樣嗎?不如找娜姐談談好嗎? 這樣也不用 其實只要你不介意 沒有案件就沒薪金出便行了 我不介意,我這個工作也能做到 但是這樣,我們這裡已經沒有房間了 看來你要坐開辦公室了 還好,你們出入,我可以照顧你們 有件事真的要說清楚 你不可以將公司的秘密 洩露給外人聽 尤其是你阿姨 因為我們已經坐同一條船了 我知道,鐵達是來的 甚麼? 總之以後大家都是自己人 阿Ling 大家都是來工作 我不會搞個人針對的 無論如何,謝謝你介紹我來 不用客氣,這裡沒甚麼好 正在夠自由 不如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這位是… 阿Ling我怎麼會不認識 你的私人檢控這麼出名 你好,我是Vincent 你好,你覺得挑戰法官的案子也很幸運嗎 我叫Jessica,暫時未有戰績 請大家多多指教 好 大家這樣說 好,我們的公司現在好像回復舊事 人才兒子 對,我覺得有點濕 你哪有這麼多案子養成四個律師 你少擔心,他們是Solid,不是Bama 找一下是他們的責任 好嗎? 既然如此,不如我請大家吃一頓飯 當作是打氣吧 我約了人 約了人,你約了人吧 你約了你… 我媽媽病了,我要去看她 好… 好,休息,晚安… 晚安 晚安 紅爺,我們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沒來錯…現在做律師的 再不是高高在上 我們一定要多出來接觸群眾 了解民生 再說,打官司已經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我們身為法律界的,一定要多出來 想辦法幫小事忙,走吧 他說,我們的公司在行內的櫃子 就臭光了 大案子接不到,小案子也要接 好,再見 紅爺是這樣吧?說得這麼大 你不是說我們要在這裡找生意嗎? 怎麼找? 有辦法的 經常惹官非,不是黑就是黃 我們多來巡視 接著關鍵就一定沒問題,對吧? 大難財 紅爺 怎麼樣?財哥仔,很久沒見了 什麼環境? 什麼環境?黑仔 早前有個胎腦上來帶當方舍 剛好我大哥他們都在這裡 那豈不是齊齊斷井?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 我有四個猛鳥大狀坐鎮 一定會幫到你們 你是新女兒嗎? 是好東西 我們不是什麼新女兒 是她請回來的律師 可惜用不著 那些警察不夠你都坐 所有人都放了 放了嗎? 那不妨礙你們了 代我問你們大哥 好…別生意 好,再見 Vivy姐姐、June姐姐 很久不見了 嗨 大家好 這麼早來吃賣餐 慘了… 為什麼? 你還沒光顧飯也沒得開 別說了 慢慢來, 人家吃湯好了 我保證你三個字即到 姐姐, 上次有沒有給你們的卡卡? 我們窮的, 這家人是你的律師 好, 看著 吃飯, 別等了 待會打架上來就去吃飯了 幹嘛這樣看著我? 這裡時不時不開店了 真的嗎? 那不是很危險? 有危才有機, 生意就是這樣 你這樣繞生意, 會不會自便身價一點 怎麼會呢?豪宅的身價夠高 售貨員不是一樣當街拉客嗎? 但是人家好像沒有向那些古惑者 跟人家不顧拉客學 那倒別看不起這些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就算是甚惡不死的人 也會請律師 但我們跟那些客戶打官司 是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形象 那找客戶也不是辦法的 待會我還是回辦公室 看看有沒有什麼舊資料 順便跟著我吧 不如我幫你吧 我查資料很行的 好 那我就負責留意這幾天的新聞 看有沒有人犯事, 需要請律師 好提議, 說不定會有漫妄之餘 年輕兒子做事是可以的 阿Ben, 你打算怎麼樣? 坐辦公室不是很畫夢 我還是回屋村供客 可能小市民真的需要幫忙 也不知道是你客戶我客戶 走運整個屋村, 一個隨地套壇都沒有 如果真的遇到殺人放火 你以為我們還沒命走出來一趟? 找不到生意回去, 我就真的沒命了, 大哥 大哥, 你有沒有搞錯? 明明知道我的車轉入李重隊出來 明明是你做我的車 你現在先賠錢嗎? 你現在跟我說我嗎? 怕你人打不打? 來吧, 人不打 嚇死了一點, 不用這麼火爆吧 你當什麼都看不到, 先走一遍 我先坐這兒一會兒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嚇死不打你 你怎麼樣? 我打得很棒, 我打得很棒 你不能出去的 為什麼不能出去? 你出去就會見到打架了 有什麼不對勁? 你見到打架, 今天會變成目擊證人 今天有利益衝突 你不太明白 待會你會明白的 住手 別走 放手 住手, 放下電動 警察, 你打他撥穿我的頭, 我要告他 警察, 是他先打我 我不管誰打誰, 去警察再說 警察, 等等, 警察 警察, 小勝雄是HK公司的負責人 這位是我們的律師樂斌 他很樂意陪兩位當事人 去警察走一趟 我?你不想嗎? 你到底代表誰? 我們很彈性而已 既可以代表受害人上庭殺上 也可以代表被告上庭辯護 誰想請律師? 我要請, 我要告他撥穿我的頭 我要告他, 打得沒耐傷 他還在撥穿我的車 你還在撥穿我的車 姐姐, 請放心 你出到這麼高的律師費 阿B一定會搞盡路撿幫你打掉他 那我全靠你了, 律師 謝謝你了 我送你出去 好, 就這樣了, 再見 怎麼樣?是不是接了大案? 打架傷人而已 不過被老闆說到企圖謀殺 有沒有這麼峰迴路轉? 是呀, 這麼難度? 有幾難吧, 這種打架 要是一百多十宗 連雙眼都搞得好了 但是你剛才兇下的時候 說得很嚴重的下 你這樣就認同誤導客人嗎? 難怪你叫做兇爺 兇爺, 這樣就有爲律師的專業守則 律師?曾經是的, 不過停了一段時間 不用這樣看著我 停牌就更好 停牌說話就不用負責任 那你是合做老闆,比律師更多 那豈不是賺錢至上? 當然 好…酒鬼又燒到來了 不要走… 冷靜點 是不是警衝不明? 不是火警,是酒鬼 不知道今次是追債還是拿人? 我是來拿人的 阿姨 Jessica,你為什麼辭職來這裡 都不告訴我? Angela 我這裡是律師樓 你要談家事的,請你去別處 誰說?我第一個就要審你 Jessica,她究竟出什麼估計 哄你這種垃圾公司 你不怕告訴我 應該是我問你 為什麼要派一個臥底來監視我? 阿姨,是我自己想來這裡做 熊爺給你面子才聘請我 給我面子? 不是你猜的,債主大了 你做這麼多事 是呀,無非也想找她來監視我的財政狀況 想不到你連收拾你也省省 派一個小妹來監視我 這個主意不錯,謝謝你的提醒 你不是這麼想的? 原來那個娜姐是債主 那為什麼會欠她的錢呢? 娜姐其實以前也是這間公司合夥人 和熊爺是夥伴 是呀,後來他們拆了伙之後 熊爺答應退估給娜姐 誰知道另外的夥伴逃了 那熊爺唯有什麼一身債 難怪熊爺這麼害怕娜姐 這叫什麼?欠人債輸,認帝位 幟在不僅欠錢債,還欠她情債 不是吧? 可否一次過爆炸呢? 不用大家做這麼多次反應 好,大家聽我說 以前熊爺和娜姐拍過拖 誰知道最後熊爺選了現在的老婆 不要娜姐 娜姐一怒之下拆過走人 我們只是上了一條賊船 看來我們也要學會怎麼走鬼 我想我們還是要找方法指教 找多點生意回來做事 我當然是 有生意就是有得做 我只好奇熊爺因什麼事亭太 她以前做律師的時候很火爆 有一個閃為人知的秘密 就是一上庭的時候 她就會眼眨眨眨 法官以為她和被告有龍通 於是就判她擺帳 她真的很生氣 馬上這幾個檔案把法官送到 就把法官送到馬上 真的嗎? 我回不回身就靠她們幾個了 就靠她們幾個新兵嗎? 祝你好運 謝謝 你好 好,我馬上來了,再見 發事吧 加油… 你怎麼會這樣做?你要查清楚一點 你放心吧 對不起,我已經是聖帝律師來的 這位卓慧明律師,我想他能幫你了 卓律師,你要幫我兒子 他被告嚴重傷人,我不想他坐牢 你冷靜點,這件事發生了 阿翔是我的朋友 他兒子打到他和阿芬入出血 來,現在卓去看看 你怎麼看 我的朋友很傷害 不,蔡律師 我兒子平時矮也不敢打死 你看他,小小子,小小子 怎麼會打到肥仔這麼傷? 不會的… 他嫌我傷害沒有傷 不過他同學看到他動手打人 我想多難 他有沒有說過什麼?什麼都沒有 阿翔熟絲,愛兒子的臭嘴叫他 都不開的,他有自閉症… 安排隊,明天 你有沒有代表律師平平? 如果沒有,不可以接觸當事 謝Sir,你叫我來,你的朋友願意請我 你先讓我去… 知道我已發辦事 就算父子也沒情過 你這個面子可以嗎? 阿翔,我在辦公務,叫他卓上 好,我不會要你為我犯規 下次你帶拼書來給湯市人簽 其實你的態度那麼強硬,Sir 可否這件案子很難搞 這件案子不是我負責 不過除了是我朋友 如果是我負責,我就不會打電話 你可否發覺有時候做你的兒子 也挺不熟 如果要熟才行,他不是我兒子 你會不會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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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挺有趣的 你想怎樣? 就是這樣,賣有乖就必有所求 我想乘回程順風車 不會跟我的手搶的,是嗎? 對不起,我約了人了 我知道你約了人 你在小巴站放下我就可以了 把腳骨抬起來 你自己也有兩個輪子 你自己滾過去就行了 我變輪子爆了胎 如果你不載我也行 我想我那單車骨抬你車邊都去過 我怕了你 你怎麼脫鞋子?很髒的 我的鞋子真是蝕蝕 麻煩你把腳拿下來 麻煩走路一會兒 這雙鞋子真的要退役 你這隻爛鞋子,拿去填海也滿妖 別污辱我的鞋子 對,這雙鞋子對我很有特殊意 沒有,他就沒有我樂賓大壯告訴你 你才會再撞壯一點 我爸爸說做律師很辛苦 以作為分波為民請命 所以我讀鞋子 他是送我這雙鞋子給我 他怕我不夠力跑的時候 滾到滾到去吧 那幫不幫到你呢? 我今天真的幫到 全靠他,我才趕得試考畢業史 否則也做不成律師 你有多神聖 所以我說過,無論他多殘忍 我都不會捨起他 老套就老套了一點 但是我個個性就夠詳情 那倒是 我床下底還收買了很多舊玩具 有空上來參觀一下 對不起,我跟你不太熟 一次生,兩次熟而已 是嗎? 是呀 不用吹了,我正在來 馬上回去吧 算了,我待會兒見,再見 男朋友 我還以為你跟男朋友有仇 想不到再例外 但是我真的想像不到 你喜歡的男子會是甚麼類型 總之不是你這類型 我這類型也不是很差 到了,前面走兩步就是小巴掌 就是呀,轉一轉 你穿著腳是沒有壞的 那你就逐漸逐漸滾過去吧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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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謝謝 麻煩 媽媽 玲玲,快過來 怎麼樣? 看你做什麼 你還給我的嗎? 你每次都是這樣 自己買的心裡其實幫我女兒買 每次都這麼巧心碎 所以錢給我買了 謝謝 我要客氣 那我就借花勁法 爸爸送給你的 很喜歡紫色的 媽媽,都說你了 幾十年,三十萬都沒為錢 千萬不要,每年都搞的 無緣無故不搞 用什麼以為人家在外面弄弄弄 媽媽,你女兒也不會放過你 沒有,那今晚那個警察不要放過我 我在酒店訂了房間吃飯 任你們母女再說 好,那人月居來吧 記得了,媽子,是蔥油餅 爸爸最喜歡吃的那種 是吧?你說了七次了,失敬都記得 好,就這樣吧,再見 何叔 弄兩件吧 好,斌仔,又跟媽媽買來 爸爸喜歡吃得不得了 媽媽又緊張得不得了 我這個做兒子的,不買更得了 大律師真是大律師 爸爸好像上了一年似的 你搞錯了 雖然我有大律師牌 但現在還是在做事務律師 大律師是那種大架法 那穿袍上高院的那種? 別小賓,人有心急 何叔 你弄了 給我兩件 走開 滾水 滾水,滾水 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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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水,滾水 滾水 我有一位客戶長期被某一個人欺負 你猜他會否因此產生條件反射呢 條件? 滾水… Ban 滾水 滾水… 斌仔,謝謝… 幸好只有你幫我保住車 何叔,這副駕駛,你是新家 還被人罰款,你本無歸的 斌仔,你堂堂一個大律師 幫我推車走鬼 你說也沒人相信 我都說了我不是大律師 我知道你做人沒有價錢 我叔就無意逃報了 今天的頂子,我請 真的? 是 回來啦 斌仔…糟了… 幹什麼? 我今天打電話在Stand 他說你不在這裡做,被人解僱了嗎? 你還要做了獎嗎? 爸爸退休了,老公新賣業 我們就變雙身家庭了 你別嚇我了,我辣尾又想說了 冷靜點… 我不是被人解僱了 就是這樣 我轉工跳槽 哥哥,你被人罰過這麼厲害嗎? 你大哥,現在打贏官司 有賭的了 哪間律師行? HK公司 HK公司,像香港宿舍 一聽就知道猛烈了,對吧? 這樣也沒那麼害怕 是… 既然是罰過跳槽 那薪金是不是加了? 是… 這樣就好了 老爸,我想趁著你退休 大家一起去旅行 我看你們的願望可以成真 好,難得你們這麼恩愛 拍拖旅行,對吧? 你們想去哪裡?不用跟我慣復 老爸,去哪裡好呢? 勤勤算了,就澳洲一天游吧 澳洲? 大澳長洲 怎麼這麼好大節 去旅行當然要去遠一點 媽姐,你說像沖上雲宵去歐洲 還是十萬斤情緣 坐遊籠遊世界 溫仔,我們去哪裡好呢? 最重要是你們開心,對吧? 是你的,謝謝 為何這兩下差這麼遠? 我這盒是阿嬤做給我的愛心飯盒 你這盒是街邊的碟頭飯,怎麼同呢? 那倒是對,捐獻一下 瞞著家裡就捏飯盒 誰比較值得,叫阿嬤做你的飯 千萬不要勇偉村煲 因為你大吃好了 捏飯盒,你背頭交很辛苦嗎? 是嗎?交代做小販的? 我昨天的確是做小販的 我昨天找了一宗案件,帶給你 不是這麼好的,行了 我自己想辦法 那我請你吃飯,別在這裡喊飯盒 是不是Kan姐有飯盒? 這個就可以留在客廣場了 收起來吧,一起出去吃 謝謝 Mary? 現在嗎? 什麼事? 你變身變得這麼快? 去哪裡? 猜猜 難道你見客? Mary嘛,當然要賭錢給她 誰是Mary? 她的舊是女朋友 怎麼這麼緊張?難道吃回頭草? 不是你,吃不吃回頭草吧 我們也要吃飯的 謝謝,鍾小姐兩位 兩位在這邊 謝謝 好嗎? 放一口拿出來好嗎? 好 兩個放一口拿出來,麻煩你 來, 去吧 Ben 怎麼這麼巧?不知道那個女孩子 怎樣養她呢? Ben 那個女孩子很棒 你猜她們是不是舊情復刺呢? 你和Ben不是共同進退 關係非同小可嗎?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別誤會, 我在外國回來幾個月工作 我和Ben不是很熟悉 而且我自己還沒管 怎麼可以理她以前的事呢? 你哭哭了吧? 我都說我和她沒什麼了 謝謝 燒羊扒你喜歡吃的, 口味沒變吧? 你和以前一樣這麼細心 我都說你是個男孩子 那如果分手可以令雙方更了解對方的優點 也不算是一件好事 是呀, 分手就是朋友 看朋友怎能歡迎觀看情人 即是怎樣呢? 這麼久? 對不起 你, 讓我介紹女色 Ben和我男朋友Joe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原來真命天子另有其人 那個男孩子也挺有型的 不行…我不可以這麼花心的 你喜歡一個人也挺認真的 你還是不明白的 我這麼急給你出來 其實想你幫Joe大丹公司 我想你一定可以幫他 怎麼這麼看得起我 Mary說你最想幫朋友了 其實我惹了無妄之災 我被鄰居… 她說我非禮她 你一看她的樣子就知道 她不會做這種事吧 那個女人真的很有問題 這次Joe是被人冤枉的 Ben, 你會幫我的 難道有生意也不做嗎? 我們是朋友, 謝謝你 這次Ben在這裡, 一定能幫到你 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 幫你舊女朋友的男朋友打官司?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替她害怕而已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在庭上 滑她的獲金 我真的想打你, 打獲金 我這句是什麼? 專業, 好嗎? 打官司要公司分明的 糟了, 糟了, 當事人是你情敵 那倒是, 我們現在Ben哥沒有寒 怎麼能敵得起 什麼?是朋友嘛 是呀 對, 男赤應該要以事為重 莫切你們這些女士 這麼容易為情所困 現在Vincent和Ben已經有事做了 Jessica和Ling 既然你們有空, 如果不介意 不如幫他們兩位做副手吧 自己怎麼分配的, 你自己安排吧 究竟誰配誰? 那很容易 我不跟你配就大家都不用頭疼 對, 那你呢? 不如去喝杯咖啡提醒神仙吧 我不要緊吵 走吧 糟了 先坐下 雖然我們是熟悉, 但如果我不跟你 你不會介意的吧? 好像聽有人跟我說過 共同進退 好, 精神想支持你就可以了 我這樣在肉體上就黏著Vincent 你說話這麼難聽的 想我幫你也可以 好, 就是這樣, 一頓飯 殺你 殺妹 你別走那麼快 我的秘密沒人知道的 你千萬別口疏 你真是我的怨氣, 不要這麼煩, 好不好 你又喝咖啡嗎? 我的客戶就是你了, 決定要怎麼樣 他?真的很煩, 我也是跟Ling合作 我何時說肯跟你合作? 說實在交個手段也有點默契 Vincent帶著Jessica沒問題 沒問題, 誰都一樣 走吧 你還不跟著Vincent走? 你見客的嘛 怎麼了?工作而已 不用這麼挖著我 你根本就是你要我來脫開別人 也不知道你想怎樣 我真的想工作 走吧, 去住家, 看看有什麼環境 這份是警方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這些照片是傷者當時的情況 那個肥仔真是打得很傷 根據醫生當時報告顯示 傷者曾經一度休克 雖然最後醒了 但是現在至少只剩下六歲 有可能嗎? 我兒子從小到大被人欺負又玩 說他打到白癡, 打死我也不相信 那個肥仔的身形高大很多 我也懷疑他有沒有可能打到他那麼傷 只可惜事發當日剛好有幾個小同學 路經那裡 目擊到整件事, 經過他們說 看到文仔如想經過那條小巷 如想這樣見到傷者 亦如想被傷者笑他是自閉兒子 當時可能文仔一時之間忍不住 狠狠地向著傷者的頭部打了五拳 令傷者又這樣 臭小子, 究竟發生什麼事? 開句話吧, 你是假的 文仔 如果你真的想哥哥幫你 你最好坦坦白把你知道的 所有事情告訴我 文仔,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 你告訴我們吧 說出來吧, 為何不說話 讓我打給你說的話就知道, 臭小子 徐先生, 我想你冷靜點 你這樣會嚇死他 我沒有做錯了, 不是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做的 就是這裡 對了, 他說用來偷窺他的望遠鏡 就在露台那裡 就是這個望遠鏡 對呀, 是阿祖平常來看星星的 你們知道嗎? 今年生日他用了我的名字 明明是一顆星星 這樣的生日禮物都挺虛無飄渺的 阿祖很喜歡浪漫, 哪能夠你踏實 對呀, 你和Benji很熟悉 我和他, 和他家人比較熟悉 你知道嗎?當時和他拍拖 逛街、看電影、吃飯 都要帶他家人 不知道還以為和他家人拍拖 原來因為這樣才想的 就是因為這個望遠鏡 住在斜對面的女人 就懷疑你偷歸他吧? 對呀, 他也不知道 這是長情望遠鏡 其實近夜看得不清楚 Ben可以試試 真是蒙了, 甚麼都看不到 你看 我還說那個女人的神經真是真 那為何他說你非禮他呢? 不用怕, 我相信你, 你說 好, 其實我和他住在同一層樓 有一天上班出去碰撞到 禮貌上當然是打個招呼 老闆 誰知道他看著我一眼 就令他臉不理睬我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事發生 接著在升降機上 當時升降機已經很多人了 我站進去, 他就站在我前面 誰知道突然間叫非禮, 說摸他的屁股 又說要報警拿到警署 還去控告我 非禮, 非禮, 他摸我 其實第一件事是打個招呼很平常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他反面不認人 那有沒有其他人見到整件事的經過 最慘的是沒有人見到 更加沒有人會認是摸他那個 那就死亡忘食了 那為何他要針對你呢? 因為那個女人恩愛成恨 其實他之前已經經常來我聊天 後來約我一起吃早餐 然後暗示說想和我發展 最愛的男女關係 當然是, 但因為我已經有女朋友 所以我沒有答應他 可能因為這樣, 他生了我 就因為這樣他就無過Joe偷窺 又說他在電梯上摸他 我很清楚他為人 他根本不會做這麼下樓的事 是誰呢? 你們的鮮褲很漂亮 我想Merry穿一定很搭配 如果這樣, 你買一雙給我穿給你看 好 我們先走了, 有什麼再聯絡 我送你們 無論如何, 那個Joe在露台上 放一個望遠鏡 誰都以為他去看東西 那人家也解釋了說觀星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總之我覺得他剛才看著我雙腳的眼神 真的有點怪怪的 人家一表斯文, 看你兩眼而已 不用這麼敏感吧 人家搶你女朋友 你也這麼大方, 跟人家說好話? 對, 之前我是表錯情 以為跟Merry總有遊戲 才知道她是男友, 我已經沒事了 說得挺瀟灑 不過, 或許你對每個女生都一樣 不上心 就像對Jessica一樣 我跟Jessica就更沒事了 你不要亂想 算了吧, 你 每個男人想甩掉女人的時候 都說沒事的 不過我硬是不明白 為何你這麼喜歡黏著我呢 或者我對你有意思… 不要乘機拼摸, 和你同歸於盡 好…我拼不過 我拼得過 還是…我拼得過 還是…我拼得過 我…我拼得過 你有ützen… 我拼得過 我拼得過 你不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